Hello 大家好 这堂课是临时小学校wikimedia 维基北科编辑课的第一堂课 那这堂课的主题是wikimedia简介 主要会包关wikimedia是什么 台湾维基媒体协会大概在做些什么 当然还会有我们的主角维基百科 以及可以运用在维基百科上 或者说可以辅助维基百科的维基共享资源 那最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注册账号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堂课的小小的课后作业 那我们进入正题 在进入正题程呢 我们先小小的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叫应华 那我现在是wikimedia台湾 也就是台湾维基媒体协会的专案人员 目前其实还是在大学咒读中 那因为自己的兴趣横跨了人文跟理工 所以其实会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打滚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应援计会之下就来到了维基媒体协会工作 那下面这边列出了一些 就是自己曾经参与的社群啊 还有相关的活动等等 那这些社群跟活动 其实没有意外的话 接下来都会继续延续下去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查查看 也欢迎大家就是更有热忱的话 之后也可以去参与看看 相信会有蛮多不一样的收获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wikimedia介绍 wikimedia呢其实是维基媒体 为什么是说维基媒体呢 因为其实维基媒体包括了这么多项的 维基媒体姐妹计划 那大家常听到的维基百科 其实只是维基媒体计划的其中一个部分 举例来说呢 其他维基媒体计划包括 比如说像这个蓝色镇头的 叫做维基共产资源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第三部分会介绍到 这个很像冰箱的图示是维基文库 那这个呢是维基新闻 这个是维基词典 这个呢是维基学院 这个有三个镇头方向的 很像导航上面的那个箭头有没有 那它其实就是维基导游 很酷吧 就是维基其实还好就是像这种 这么生活化 就是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姐妹计划 那这个很像条码的 它是叫做维基数据 就是wikidata 那它可以扮演像是资料库的角色 那其他因为碍于时间我就不一一介绍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维基媒体姐妹计划 里面就会有这些姐妹计划的相关介绍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玩玩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就是跟大家介绍 或者厘清一下这三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 维基媒体计划的分类是用国家地区 还是用语言呢 那 我骗的观点来看 就是大家可能会以为 呃 维基媒体计划是用国家或者地区来分类的 以维基百科为例好了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哦 台湾就是会有台湾的维基百科 那美国就有美国的维基百科 那日本就有日本的维基百科 那其实不是这样 呃维基百科呢 呃 中文括号台湾政体等等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 wikimedia 台湾 也就是台湾维基媒体协会 是什么 或者说 大概在做些什么 这么说好了 其实呃 维基是在美国有一个 相当于总部的维基基金会 那维基呢 在世界各地的不少国家 其实有各自的分支 那 在各地的形式会不太一样 在台湾的话 是用协会的角色去运作 台湾维基媒体协会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 呃 会跟美国的基金会 做交涉 以及就是 申请呃 年度的计划跟经费 那这些计划跟经费呢 主要目的就是在台湾 做推广维基计划的工作 这些推广计划呢 主要会用讲座活动 或者是跟不同的单位 去做不同的专案 来达到这个推广的目的 那第三个问题是 维基媒体协会跟 维基社群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一个小小迷思是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维基媒体协会的人 应该一定就有同时参与 维基社群吧 但其实没有 就是事实上应该 只有一部分的人 是有同时参与这两边的 以角色来说 像刚刚前面提到的 协会呢 是一个就是任职的单位 然后主要的工作 也会像就是上面刚刚讲的 可能就会包括一些行政啊 然后还有就是计划的构想 还有申请跑流程 然后执行等等 那当然也会跟社群这边 有就是各种的交涉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会一起 合办活动啊等等 那社群这边呢 其实相对来说 自由度就比较大 因为其实不管 你是不是协会的人 只要你对维基的任何一个 维基媒体姐妹计划有兴趣 你都可以去加入 这个维基社群 如果大家想加入 就是维基社群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到脸书 或者是就直接 在搜寻引擎上面 直接查查看 应该就可以找到 自己有兴趣 或者说可能离自己 方便的地区 比较近的维基社群 去做参与这样 那当然也可以就是 关注就是我们的 脸书专页去follow 这些可能在各地 或者是在线上 就可以参与的 维基相关活动 脸书的话 大家只要打 台湾知识种子计划 就可以了 那 接下来呢 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维基里的著作权 著作权对维基来说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维基主打的 其实就是 还是CC授权的 那CC授权其实不止包括一种 比如说像你想要上传图片等等 你可能就会遇到就是 哦可能跳出来要你选择 你想使用哪一种 CC授权方式 那这边用两张图跟大家快速 然后简要的介绍一下 CC授权到底是什么 那CC授权其实是从 这四个图示里面 也就是四种方式去做 有点像是排列组合的方式 就是这个右边的图 每一条都是每一种作品 在CC授权上可能会出现的几种方式 那看这个图示从最下面最窄 而且是红色的 就像红绿灯一样 然后越往上越放宽 然后是绿色的 那其实也是代表着就是 右边这些图示越往上 也代表CC授权的限制越宽松 以这四个图示来说的话 像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 而且它下面写着BY的话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要做姓名的标示 也就是说你在使用这个 CC授权的作品的时候 你必须标示它的原作者的姓名 那第二个这一个 有一个钱的符号 然后删掉 然后下面写NC 这个其实是非商业使用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个CC授权的作品的时候 你不能是把它拿来做商业用途的 那第三个这个 有一个等号 然后是什么写ND 它的意思是禁止改作 也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个CC授权的作品的时候 你是不能去改动它 或者是二创它 你必须是人风不动的去使用它这样子 最后一个 这个有一个回向回来的阵头 有点像是回收的感觉 那它的英文字是SA 它的意思就是相同方式分享 也就是说 以右边这张图来看好了 只要是包括这个箭头的使用方式标示 假如说你今天是拿到一个已经被别人就是第二度使用过的CC授权作品 那它上面可能有就是标示的包括箭头这一个标示 那就代表你一定要就是遵守那一行上面就是有的图示的方式 再继续去把它就是CC授权下去 比如说如果你看到的是这一行的话 那你继续去就是分享你这个作品的时候 代表你就还是一样要姓名标示 然后也要让其他人知道说 哦这个作品就是之后如果别人从你这边去使用这个CC授权的作品的时候 他们还是一样就是要继续维持相同的分享方式这样 那CC授权大概先介绍到这边 那这边举几个小例子就是跟大家说几个CC授权可能会需要注意的点 比如说CC授权其实是不能撤回的 也就是说以危机为例好了 假如说你今天在危机上面上传了一张照片 或者写了一些内容等等 那这时候如果你有做出CC授权的话 你日后如果反悔的话 其实是不能说哦就是我反悔了 就是我这些内容啊或者是照片影片啊 我不想要CC授权了 这个是不行的哦 所以大家在就是做CC授权的时候 都要先想清楚再去做授权 第二个注意的点是不能对他人的作品宣称CC授权 也就是说如果当这个作品其实不是你的创作的时候 你是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宣称CC授权的 也就是说你宣称的其实也没有效啦 那像第三个注意的点呢 就是使用才需要标注CC授权 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你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有人CC授权出来的作品 然后你觉得很赞 那你今天其实还没有想要使用它来做什么事情 你只是想要去跟你的朋友分享 哦我觉得这个很棒耶 然后你可能就转贴了那个作品的网页的连结 那你今天在转贴这个网页连结给朋友的时候 你并不是在使用它嘛 你只是在分享有这个很棒的作品 那其实这种时候你是不需要去标注 我们刚刚前一页提到那四种图示排成的CC授权标示 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标示姓名啊等等 因为其实你这时候还没有在使用它 那当然反过来说 大家就更要注意说 如果你今天是在使用那张照片 呃不能说照片 就是你是在使用那张那个CC授权的作品的时候 就要注意你一定要标注它的CC授权才行 就是一定要遵守那个CC授权的规范 当然就是除了这几点 也会有其他小小的需要注意的点 但那些需要注意的点也很重要 所以大家以后在碰到CC授权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使用的方法 当然如果大家有就是在使用 危机上遇到的CC授权问题等等 也欢迎就是来问我们 好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危机百科 危机百科其实就是这个 有点像是用拼图拼起来的球状 那相信这个应该大家都看到熟了 所以我们就先快速进入正题 为什么标题是危机百科说呢 因为我在做这张简报的时候 就是想到 就是大家通常是怎么 就是提起危机百科的呢 然后就想到就是大家其实常常就是 可能出去玩 或者是跟朋友聊到什么话题 然后突然对一个地方 或者是比如说 你们今天要去一个古迹走走去玩 那可能就想说 诶 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来的 或者说你今天想要找一个地方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他未表带来长怎么样啊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他的历史 那这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反应 通常都是去Google嘛 或者是直接去危机百科查 那这时候你在分享的时候 可能就会想说 哦 危机百科说赤凯隆是怎样怎样 那危机百科说 比如说像这个约翰·拉姆赫姆 是美国肯塔基座的第18任 和第24任州长耶 这样子 好 那危机百科的一个优势 就像刚刚提到的 其实它的优势就是搜寻优势 比如说你可能只是用 Google啊 雅虎之类的搜寻引擎 那其实你通常查下去 你就算在搜寻的关键词 上面没有打危机 或者是危机百科 那通常跳出来的第一个 或者是前几个搜寻结果 一定会有危机百科 那这个其实就是它的搜寻优势 那它的撰写上呢 比较算是介于容易和不容易之间 怎么说呢 那容易的话其实就是 其实它的编辑还蛮直白的 比如说像大家看到这个 这是条目的其中一段落 那它的叙述呢 其实就还蛮是一般文章的叙述 就不会像是比较僵硬 或者是比较深奥于法的那种 就是论述文章 所以如果大家去写的话 上手其实还算简单 而且如果编辑的话 你其实编辑或者是修改 如果你不是做就是大量内容的新增 或者是创立的话 你其实可以不用账号登入 你其实就可以按编辑 然后去做修改 当然这堂课其实会 就是我们还是会请大家 就是去建立账号啦 因为一方面是 你建立账号的话 你其实回头要去追踪 你曾经写过什么 其实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这边呢 也可以就是看到大家 大概做的进度啊等等 就是做的怎么样 对 那不容易的话 其实就会比如说包括 虽然维基百科的 叙述语句的语法上面 会有什么太困难的点 但其实维基百科 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小地方 比如说你叙述的语气 其实要客观中立 你不能太偏颇 就是太赞美啊 或者是 就是把人家说得很烂啊 这种其实就算你去修改或编辑 之后其实都会被管理员删除等等 第二个例子呢 包括像你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其实是要由参考文献去做依据 它才会被就是留在上面 然后参考文献的选择呢 又是立门学问 那这些呢 就是一些小小的 但是的确也是重要 需要注意的点 所以这些呢 我们其实就是 在这几堂课 大概都会跟大家讲到 那如果我们可能来不及提到 或者是大家在日后 在编辑维基百科的时候 有遇到的话 也可以私讯粉专或者是 打协会的电话等等 就是来问我们 那我们都会就是 跟你们解答 或者是 比较更方便的方法 其实是 大家可以直接 纠近 或者是线上去参与 维基社群 因为维基社群呢 是一个就是 很自由 而且你可以是去找大家讨论 怎么去编辑啊 或者是你遇到问题 大家其实都很乐意互相帮忙 那这边稍微举例一下 一个维基百科的应用 那叫做 台湾教育专案 大家到维基百科上面直接插 维基百科 冒号台湾教育专案 其实就会到 台湾教育专案的页面 那这里就是我就接它的banner 它上面其实就是 还有好几个区块 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 然后这堂课的作业 其实也会请大家去 这个专案的页面 去逛逛去看看 然后回答一些小问题 那这个台湾教育专案呢 其实是维基百科 在台湾的其中一个专案 就是跟教育比较有关的方向 这样 维基百科并不是指向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可能是储存一些事件啊 人物啊 或者是历史的 一个百科内容地方 或者是去做编辑啊 更动等等 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储存资料 然后让大家看的地方而已 那维基百科呢 其实如果是用应用层面来说的话 它其实也可以 跟一些学科领域啊等等 去做教学上的应用 让学生或者是不同单位的人 可以去用这个维基百科 推展一些事情 或者是学到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108-2学期 跟109-1学期 我们跟就是成大历史系那边 有一个教育专案方面的应用 那分别是开设了 维基融入历史教学的维学分 还有维基融入历史教学的 学期课程这样子 那这边可以看到 包括增补条目啊 上线条目 然后注册账号人次 还有参与课程的人次等等 那比如说像学期课程 因为是比较长期的 那就跟历史系上的四个课 就是去做结合 那比如说以跟历史系的 这个合作的课程来说好了 这个合作的主要目的呢 其实除了推广维基百科使用之外 另一个重点就是可以 帮助学生去体会跟了解 就是历史书写公共化的重点 那当然这个也可以去应用在 其他的不同的领域 那大家都可以去这个 专案成果的页面去看看 我们曾经开设过哪些课程啊 或者是举办过哪些讲座啊等等 那也欢迎在就是作业的部分 给我们一些回馈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就是 我们的维基共享资源 维基共享资源就是这个 维基百科旁边的蓝蓝的阵头 中间一个红点这一个 维基共享资源其实不只是放图片 它也可以放影片 总而言之呢 它是用来放影音媒体的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介绍共享资源呢 因为除了比如说 大家在看维基百科的时候 通常都会先看重点的话 应该会放在文字嘛 那其实除了文字之外 图片也是很重要的 像比如说我们正想要去赤坎楼湾 假如说我可能不是台南人 我们要到那边的话 通常大家应该会很想看看说 它外表大概讲怎么样嘛 就是我们开车去啊 或者是搭工车去才可以找到 那这时候百科上的图片就很重要了 那百科上的图片 甚至是像这边提到的 可用于维基媒体其他简面计划 除了维基百科之外 其他的媒体计划 就是需要用到图片啊影片啊等等 其实都可以直接从 wikimedia comments这边连接过去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存放就是照片影片的媒体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先到动想资源这边做上传动作 而且我们可以用category的功能去做分类 然后其实点进去之后 也可以写 帮这个图片写一些图说 那当我们在其他 维基媒体姐妹计划 需要去使用它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一些语法 直接把这些照片啊影片啊等等 直接连接过去 那这边可以举例一下组合剂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单独介绍百科跟共享资源嘛 那其实我们在一些就是实际的应用上 其实不只是可以单独使用这些维基媒体计划 而是我们可以用互相搭配的方式去推展的更好 以台湾原住民语来说 像2019年11月就上线了泰雅族语跟赛德克语的维基百科 像比如说这边的维基语言标签 这个TAY就是泰雅语 那TRV就是赛德克语 那我们可以这边看到 也有萨奇莱雅语 那它的语言栏位叫做SZY 也有萨奇莱雅语的维基百科上线了 那这个是今年3月的事情 这三个语言的原住民语维基百科 可以说是就是台湾原住民语 目前为三 就是有上线该族语的维基百科这样 在推展这方面的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不只是上线了那个语言的维基百科 我们也就是透过一些讲座活动啊编辑句 让族人们就是去上传一些 跟自己族相关的图片等等 那维基媒体语言栏位就是像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种小小块的标示 我们去年来呢也就是跟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合办了很多场的维基工作坊 那其中一个呢我们是去到大毛浦聚落那边 也是一个客家的聚落 我们在推展这个就是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当然带大家怎么写维基百科 然后也教大家怎么去上传就是不管是文画面还是当地的环境的图片 我们其实还包括就是带大家认识维基数据的使用 让大家可以就是存放一些重要的资料在维基数据上 那最后一个刚刚比较没有提到的比较特别的叫做维基语录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logo 维基语录呢你就是可以乘放一些音档 比如说像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听 就是这边是客家语大补腔的客语书验 那你想要到这个维基语录 就会去听我们那句客语书验用大补腔是怎么念的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要带大家注册账号 那注册账号的重要性什么呢 其实就像玩游戏前你要先创建一个角色嘛 你在就是编辑维基百科之前 当然就是去注册一个账号会更好玩 好 当然就是也是更方便使用 那建立账号呢其实还蛮简单的 这个页面的新闻就是我还没有转换过语言 所以就是它会是简体的 然后其实只要你进入维基百科的页面 不管你没有到首页 你应该都可以在右上角这边 这个黑色圈起来的地方 看到这个小人跟其他的字 那如果你已经有注册过账号了 你就只要按登录就可以登录了 那如果你是就是还没有注册过账号的 就是按这个创建账号 我记得如果是在编程比如说像这个中文繁体 就是你把它转为中文繁体之后 这边应该会是显示建立账号啦 所以就是我标题这边才会写建立账号 那按下去之后就会出现这里 那你只要填入用户名或者说是账号名称 然后设定你的密码 然后填入你的电子邮件 那其实就可以很快的注册完了 特别提下几个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点 比如说像电子邮政这边呢 虽然它是选填 但我还是会建议大家都去填啦 因为像你可能会很有自信说 就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密码 但其实人自己有时候就是不太可靠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忘记 或是你跟其他的密码混乱 那这时候如果你有当初有设电子邮政地址的话 那你在重设密码上面会比较方便一点 另一个重要的点是用户名称 也就是你在设定账号名称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你可能不能用到一些专有名词 或者是其实维基这边是有规定 不能用公司行号的名称去做命名等等 那这些就是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点 都会在这个用户名方针这边点进去 都会有一些就是简单的说明 那也推荐大家就是在取名之前 可以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换大家动手 就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这堂课的课后作业 那第一个呢 大家可以点选这个表单 那这表单会放在作业区那边 好 大家来看 大家会看到这个 作业呢 主要会包括两大题 第一个大题呢 就是大家到台湾教育专案这个页面 去看看 然后再重就是 我会给大家三个小问题 然后大家只要选出其中两个问题作答就好 那略过的那题 大家就在那题前入pass 比如说 这边第一大题嘛 然后还有三个小题 然后比如说 你已经回答了第一题第二题 那你可以不用回答第三题 当然如果你想要继续回答第三个问题也可以 但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你就打一个pass 因为我这边设了b填 所以如果你接空白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送出这个表单的 好 那大家在就是进去看 然后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就是点选 比如说课程专区啊 然后看看我们进行中的课程 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看看过去的一些成果等等 这些都会有助于你在问题上面的回答 当然也可以就是不用那么严肃 就是可以轻松的就是看看这些曾经推展过的专案 好 那第二大题就蛮简单 就是我刚刚才刚介绍的就是 还没有危机账号的同学们 就赶快跟着课程注册一个账号吧 然后大家也要记得就是 就是在第二大题这边就是填写你的危机账号 然后这个危机账号当然也会有助于就是 日后你可能想要参加其他社群的活动 可以去做一个认证这样 然后 第二个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危机的dashboard 就是为了这个临时小学校的线上原地 真的已经开了一个类似计分板的东西 大家点进来呢 会看到这个页面 那 这个页面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为这个活动开了一个计分表 那大家看这边其实就会发现 这边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简介嘛 然后我们也要就是一些关于这个课程资讯的连结 然后 大家在登入之后 其实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编辑数 然后自己编辑过的条目 当然也会 大家都加入之后 大家之后也会看到 大家总编辑数跟总编辑条目的成果等等 那 要怎么登入呢 大家就是到 右上角 按这个登入参与维基百科 然后呢 其实通常这时候会跳出一个 输入帐秘登入的画面 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在我的维基百科登入我的账号 所以它会直接跳出这个 要你按Allow或Cancel的一个视窗 那大家其实如果在登入自己账号之后 也会跳出这个视窗 那只要帮我按Allow 那它就会跳转回来这一个 那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账号名显示在这里 这代表你已经成功登入这个Dashboard了 然后 有可能会有一些人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 登入之后 可能没有成功真的进到这个计分板 那 或是它可能会跳出一个 要你输入这个选课密码的框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密码 是SSR2021 那这个是为了预备 就是有人可能没有办法一开始很顺利的就登入 那如果你有发现需要输入密码的话 大家只要帮我打大写的SSR2021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的作业其实差不多这样子就完成了 其实没有很难 那最后就是谢谢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对这堂课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office hour的时候来跟我们提问 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想要讨论的话 也欢迎来找我们讨论 那第一堂课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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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